在基隆市長謝國良與表演團體共同打鼓宣誓下 今年的基隆海洋老鷹嘉年華即將登場 展現基隆海洋自由開放創新的在地文化氛圍 海洋老鷹嘉年華辦的第13個年頭 在他開始一開始在舉辦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是立法委員 那時候蔡理事長就很努力的想要辦這些對於社區營造很棒的一個活動 那時候我就有協助發動參與 剛剛蔡理事長講我才突然想起來 有些事情時間一過都不記得了 但是13個年頭過了 我們的海洋老鷹嘉年華依然辦的很好 很溫馨 今年又有很多公益團體加入 因此我們在遊行的沿線 我們也搭配了很多攤位 讓大家可以走一走吃吃喝喝 可以過一個快樂的周末 也可以傳播更多社區營造的理念 給我們的市民朋友跟我們的外縣市觀光朋友 今年的嘉年華已經進入第13年 那麼每一年都會在文化局前面這邊做工作坊 那這個我們的活動不把它定位為一日的活動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會有這些社區一起來在藝術家的指導之下 我們來做這個道具 完成了這個道具就等於是大家的一個成果 然後再展現到我們當天的遊行 那今年我們特別邀請了啟民 還有我們的這個盲人福利協會 還有我們的生命力協會 還有我們的基隆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他們一起來參與 也就是說基隆市展現有愛的城市 讓他們也有機會走出來 要鼓勵我們所有的四障 深障 他們以後都很願意的走出來 不要宅在家裡 這樣子的話他們的生活會更快樂 感受到非常熱鬧的氣氛 而且是走出社區 然後整個覺得基隆市非常的祥和這樣子 也非常融合這樣 那我們的會員也覺得非常的開心 我覺得因為老鷹嘉年華雖然有13年頭了 可是今年對我來講是第一次 而且穿這個老鷹裝 我自己原本想說我自己在路上走啊 沒有辦法像老鷹這樣子飛翔 結果我參加老鷹嘉年華之後我發現 雖然我沒有辦法真的像老鷹這樣飛翔 但是在台上打鼓穿著老鷹裝這樣 感覺就好像老鷹在演奏音樂 那種感覺真的很棒很棒 所以我覺得老鷹嘉年華這個文化 我覺得就是一定要繼續下去 一定要繼續下去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主題我們今年的花車 有因為這個現在的基隆的人口 生育率越來越低了 那我們就把所有的這個主題道具 今年就設定為都是懷孕的 大肚子的 讓我們的所有未婚男女一看 這個很可愛 是不是他們願意結婚 他們願意生子 然後真場報告 聖大的遊行彩接活動 將於9月16號週六下午3點 從國門廣場出發 會經過市區的中一路 人二路 愛二路等路段 精彩的表演及魅力服飾 打造海洋特色嘉年華的遊行 而為了維護民眾安全及活動順利 當天下午2點到5點 活動週邊將實施封路及交通管制 請民眾留意並且提前改道 愛良家年華家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